在韩朝战争时期 资源十分匮乏 男主阿龙是个吹笛子的乐师 他带着患有费病的儿子英男去首尔治病 一路上两人相依为命 风餐露宿 途中阿龙父子路过深山里的一个十分隐蔽的村庄 好多年来都没有外人来过 阿龙父子的到来引来了村民们异样的眼光 父子二人准备在村中留宿一板 村长同意他们住了下来 原来这个村的人是为了躲着 躲避外面的战乱才逃到这个地方隐居 但他们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村长告急阿龙 不要对村民透露战争结束的消息 并让阿龙告诉村民